嗨大家好我是上官 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来了 我们也看一点不一样的 之前都是给大家看各种问题的轮胎 今天给大家看 跑得完美的胎纹是什么样的 老头说你这胎跑得非常的完美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是完美的 首先跑得完美的胎 胎纹呈现的是这种长的波浪 就像海浪打在沙滩上 这么一浪一浪的 英文原译是Sandy Beach 大家可以查一下是海滩的意思 如果有这样的花纹的话 说明这个人的开油手法是非常均匀的 其次在小洞的前后左右并没有磨偏 这个指甲我们说过 如果回弹速度不对的话 那一定是有一个方向是磨偏的 再次我们看到 轮胎表面上并没有很明显的那种细细的小颗粒 就是DOS点 这个也说明它的压缩或者预载是合适的 第四点 轮胎的胎压设定是符合当前环境下的温度的 我们可以看到轮胎表面没有任何多余的胎使 那么有胎使都聚集在了轮胎边缘 并且逐渐的被甩掉 这也说明轮胎的温度是合适的 达到了它完美的工作温度 所以在预载压缩回弹设定OK 且胎压合适的时候 它会出现像海浪波纹一样的这种完美的胎门 当然姑娘的胎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老头说你的胎已经成梯形了 就是在赛道里边磨损区主要呈现在轮胎的两侧 如果磨得过多的话就会呈现这样的角度 有个明显的斜线 老头的意思是说如果已经出现这样的斜线的话 会影响它翻身入弯等动作 你会觉得车卡住了 所以老头建议它差不多你要该换胎了 好了新年第一期完美的轮胎我们看完了 关注了解通过机车知识 我们下期见了拜拜